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国只是养精蓄锐 周立波不会妥协 就算是美国法律判定无罪 那也不能白白被泼了一身脏水 如此就开始撕逼模式 时至今日 周立波对在美国时和自己有接触的案件 另一当事人唐爽 案件第一任律师莫谷 被看作案件背后操纵的燕军三个人 已经互加了一遍又一遍 莫谷扬言已经起诉周立波 燕军也在前些天对周立波的言论进行起诉 表示诽谤 三个人中唐爽算是安生一点的 但也绝不是省油的灯 能和周立波过此 唐爽也是有一定定力的 似乎看起来三人对打周立波 像是周立波空口白牙在污蔑 周立波却在微博上各种叫冤名不平 前几天还表示会应战燕军 去美国揭开他的真面目 一周过去 周立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又是放空炮 周立波之后就以君子之态 表示 过以后不会再对此事进行回应 结果没别几天就开始遇到了 看来局面的访问这冲击力着实不小 让周立波都坐不住了 最近周立波仍然是坚持各种叫苦喊冤的风格 而且小编发现 周立波的行为似乎就仅仅只不愚发微博 一直未见他有别的作为 木火和燕军还抽空起了个素 周立波如此振振有词 怎么不对他们两个下手呢 周立波雷声大雨点下 看着小编心里也是百感焦急 空有一腔热血 微博碎碎念 却没有实质性动作 这种互家和街头妇女吵架有何意 周立波的美国之行到底只是说说而已 还是在叙事呆发 可能得静等周立波接下来的行为 但是周立波思燕军的状态看起来是有些疯狂了 一连这几天几乎每天都会发动态批判燕军 曾经的智友深情如今在利益面前都成了泡沫 这场掐架估计一时半会是停不下来了 掐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